女孩子深夜千万别开门 你绝对想不到门外 是你老公还是恶魔 夜里 墨倩十分疲惫 正叼着烟 在浴缸里悠闲的泡澡放松 这时 她接到了老公阳光的电话 说忘带钥匙了 让墨倩到门口开下门 两人结婚以来 感情很好 便走出浴缸 收拾了一番就来到门口 她本想直接开门 想了想 还是谨慎地从猫眼往外看去 就见猫眼里只有一个人影 看不清到底是谁 吴倩向外问了一句 门外是谁啊 门外的人并没有回应任何 就在吴倩迟疑的时候 手机又收到了老公的信息 点开语音 里面就传来了阳光的声音 吴倩 是我的 快开门 吴倩立马打开房门向外张望 咦怎么没人呢 她还往前走了几步 看了看楼梯间 楼梯间也没人呢 她感觉奇怪 边给老公打电话问问情况 便往回走 正一会怎么不接电话呢 她不知道 就在她身后 一个黑影正死死地盯着她 双手绷着一条皮带 偷偷地靠近了她 惩她不注意 猛地勒住了她的脖子 男人用皮带一把把她拉到身前 用手按着她的后脑勺 将人按到地上 然后就用身体骑坐在她身上 脖子被勒 身体又被压着 吴倩只能手脚并用地挣扎 她拼命用手去够手机 想来是不甘心 想找人求救 杀手黑头健壮 嘴角勾起邪恶的微笑 别指望 实话告诉你 是你老公给我来杀你的 她当着吴倩的面打电话给她老公 那边传来熟悉的声音 喂 是半妥了吗 还有最后一口气 随时可以解决她 你老婆这么漂亮 干嘛要她死啊 你少废话 老子没必要告诉你 赶紧处理好 我等你回信 好的 我会让她死得很痛快的 黑头完全不顾无限地挣扎 和她眼角绝望的泪水 还恶意满满地问 现在你相信了吧 找这么个男人 只能怪你硬不好 不过 在杀你之前 我想黑黑 接下来的湿蜡眼睛 我就跳过了哈 黑头趁着天还没亮 淋着大雨 将奄奄一息的墨倩 埋到了附近的工地里 也不知她是什么恶趣味 一点点地往下放途 在土埋到只剩下嘴鼻时 墨倩突然嘴角勾起诡异的微笑 吐出最恶毒的诅咒 你们这群人渣 我绝不会放过你们 总有一天 我一定会复仇 把你们 全部杀死 哼 你都要死了 还敢吓唬我 黑头不以为意 啪啪啪地用脚踩着墨倩 还死尽碾了你 就算你变成了利鬼 老子也不怕你 说完 她用铁锹往墨倩脑袋上 嫌恶的叉叉叉 直到泥土里 不停地往外渗血才罢休 等地里的女人再没动静 黑头转身就走 画面一转 不久前 在一间雕塑工作室里 叶黎妹接到了欧阳老师的电话 今天是周日 其他同学都去约会逛街了 你不想出去放松下吗 叶黎妹看了看 还没做完的雕塑 我觉得外面没什么好玩的 我想一个人 在家会雕塑 欧阳老师也很无奈 只是不死心地继续道 今天晚上艺术馆的馆长 约我参加晚宴 你愿意陪我一起去吗 叶黎妹有些迟疑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 欧阳老师终是不敢听她决绝的话语 她脱口而出 好了 不勉强你了 专心做你的雕塑吧 晚上别忘了来学校 明早还有课 叶黎妹正给雕塑塑造五官 像个没得感情的坏女人 淡淡地回应 好的 欧阳老师再见 挂完电话就继续她的工作 过了一会儿 桶里的泥巴用完了 叶黎妹看了看外面下雨的天气 叹了口气 没办法 为了心爱的雕塑 在江南也得去弄点泥巴 另一边的黑头正 悠哉悠哉地离开埋现场 人已经找了个偏僻的地方埋了 放心吧 神不知 鬼不觉 赶紧把钱打给我 正说着就发觉了一样 你等我一下 过货我再跟你说 她赶紧找了个偏僻的角落躲起来 暗暗地观察情况 从荒坡的隐蔽处 慢慢骑过来一辆沾满稀泥的电动车 上面正是准备到老地方挖泥巴的叶黎妹 叶黎妹将车停在山坡下 提着一只小筒和铁锹 边走边观察地形 她正思考着 今天要在哪里挖好了 就被一个地方吸引了视线 咦 那里什么东西闪了一下 叶黎妹走到那块地方前 发现这边的泥巴有点泛红 忽然就觉得红红的泥巴还挂好看的 于是便决定就是这里 她蹲下身子 就开始往桶里装桶 黑头正好在她身后的黑暗处 观察到了这一切 作为一个杀手 多一个不多 只要不暴露怎样都行 这会儿叶黎妹正专心挖土 不过铁锹像是遇到了什么障碍 怎么都铲不动了 她猛地拔出了铁锹 发现里面有些黑黑的东西 正准备挖出来看看 黑头正顾忌重施 慢慢来到叶黎妹身后 一把勒住了她脖子 叶黎妹吓都要吓死了 赶紧摸到落在旁边的铁锹 紧紧抓住铁锹 反手就敲到了黑头的颈巴上 尽管黑头是个杀手 也没料到自己遭了后手 不禁吃痛 松开了手 叶黎妹想趁机逃走 不想却被黑头抓住了一脚 还好被抓住的不过是一件雨衣 她赶紧脱掉雨衣 来了一招金蝉脱壳 但是现在是雨天 宫地里全是泥巴 叶黎妹又卡得急 一下子摔在泥巴地里 甚至还滚了一圈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 由不得她思考别的 只能成那奇怪的男人反应过来之前 爬起来就跑 等她跑到大马路上 整个人已经跟个鬼一样了 眼看前面过来一辆汽车 叶黎妹赶紧招收求救 车里的男人吓了一跳 赶紧停下了车 她惊恐地敲着车窗 先生 求你 救救我 上车吧 终于得救了 叶黎妹不由松了口气 但她不知道 一切都被躲在角落的男人 看在眼里 似乎并不在意她被人带走了 车里 年轻男人问着旁边受到惊吓的女孩 小姐 你不要命了 要是撞到你怎么办 叶黎妹有些愁途 对对不起 我刚被个变态追杀 所以 你一个女孩子 大半夜来这种荒娇僻壤的地儿干嘛 我是雕塑系的学生 我的泥巴没了 男人是看到 所以你是来挖泥巴的 不是有专业的雕塑名 叶黎妹闭了闭眼睛 我喜欢自然的东西 况且我没钱 男人瞥了她一眼 确实 艺术生的开销确实很大 两人说着 就到了警用艺术学院 叶黎妹赶紧到 送我到这里就可以了 谢谢你 说完她急忙开门下车 却忘了她扭伤的脚踝 他急一下摔在了地上 男人见状 也不知是怎么从副驾驶窜了出来 你没事吧 别逞强了 快上车 我帮你看看 车里 男人从小冰箱里拿出冰袋 小心翼翼地坐在叶黎妹的小脚上 叶黎妹有些惊慌 不用麻烦 我自己来就可以 我以前是骨科医生 车上刚好有这些东西 我帮你会好得快些 叶黎妹有些不好意思了 男人的手轻轻地触碰着她的皮肤 不知怎滴 一股热气直冲大脑 使得她小脸通红 显出几分娇羞 男人见她这样想到什么 突然说道 等会儿我带你去把你的车祸泥巴拿回来吧 见她还有几分迟疑 赶紧补充放心吧 那变态应该走了 就算没走 不害我 叮 叶黎妹的手机响起 欧阳老师的电话又来了 我还没到学校呢 路上出了一点状况 我现在就在我家附近的山坡下 等会儿到学校了我给您打电话 画面一转 两人已经取了泥巴 回到学校门口 约定了下次由男人将车送过来 叶黎妹刚转身 就被男人叫住 喂 我叫杨光 叶黎妹停下脚步 叶黎妹 说完了就进了学校 等她再转头时 见男人还在原地向她挥手 一时愣住 直到校门口再没有她身影时 杨光点燃一支香烟 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 学校公共领域间里 叶黎妹正清洗着一碗的疲惫和脏污 她不禁回想起车里 令她面红耳赤的一幕 骨科医生 骨骼 雕塑 或许是她想得太出神半天不动 又或许是她洗出的泥水太脏 引来了舞蹈系两个女生的嘲讽 喂 你该不会是攒着一年的澡 今天才洗完 我们紧优一笑 怎么会出现这种脏珠 满地的泥巴 真恶心 浴室 不就是用来洗澡吗 叶黎妹被对着俩人 并没有回头 只淡淡地回了一句 呵 怪不得你还单身呢 就你那脏样 剥了衣服 还不把男人臭死 其中一个女生双手还胸 眼睛微眯 上下比一个打量的叶黎妹 叶黎妹默默地洗完澡 慢慢收拾完自己 微偏过头 嘴巴积点得 小心赏了舌头 说完就拿起属于她的洗漱用品 向门口走去 仿佛女孩子们的嘲讽 对她一点影响都没有 她这弹幕的态度 反而引来两女孩的厌恶 我真的看不惯她这种处理苦气 还整天阴着一张脸 以为自己独一无二呢 不知道她到底用了什么 见不得光的手段 让男神欧阳老师对她那么关照 气死了 以后一定要给她好看 画面一转 黑沉沉的夜 仿佛无边的浓墨纵纵地 护抹在天际 连星星的微光也没有 因为明天还要上课 叶黎妹只得学校宿舍的阳台上整理泥巴 她这块脑袋里面正胡思乱想 也许是我性格内向的原因 没有谈过恋爱 朋友也很少 在我的生活中 大多数时间都是和泥巴打交道 如果真的要恋爱的话 交往的对象估计只能是泥巴 想到这里 可能是觉得这个想法太荒谬了 自己都觉得可笑 刚好这时 她在泥桶里面发现一个亮片 这块亮片 就是那个一闪一闪 引起我注意的东西吧 也没多在意 继续整理着泥巴 没一会儿又从桶里扯出一根头发 她把整根头发拔出来 怎么会有这么长的一根头发 这根头发这么卷 肯定不是我的 夜里面还在收拾泥巴 想看看底下还有什么东西 哼的一声 阳台门被那俩舞蹈戏的推开了 原来他们是一个宿舍的摄影 喂 这么晚你不用睡觉的吗 我可不希望半夜三更还听见你喜树的声音 另一个短发女生在一旁斜眼看着夜里面 连连迎合 就是 似乎已经习惯了这一切 夜里面指侧头 低眉顺眼地解释了一句 我没有打扰到你了 我只是未来明天的雕塑课 提前把泥巴里的杂志挑出来而已 长头发女生完全不理会她的解释 大声地呵斥道 你真恶心 你不知道这样很容易弄脏起是吗 老娘可是有解体的 妙玲玲 我平时没得罪你 你们有必要这样处处针对我 何止你们舞蹈戏要早起 我那天不是比你们起得更早 夜里面阴着一张脸 斜眼看着她 妙玲玲见她一脸的阴沉 反而更加暴躁 她冲到夜里面面前 用手指狠狠戳着她的肩膀 你这种心机呢 不就是为了接见欧阳老师 才赚了雕塑性 你还以为你高人意的 她越说越激动 完全不知道她的唾沫心思乱见 现在这模样有多粗辱 像你这种人就一顾冷漠的外奖 骨子里凑着下劲 说着她还坐开夜里面 往她身后的泥巴桶里 捕了一口唾沫 泥桶里一口唾沫心思 看着格外的刺眼 夜里面终于怒了 她天生大默 别人对她怎样都无所谓 不就是被说几句不痛不痒吗 又不会少几块肉 但是动她的泥巴 这是不能饮 我不管 你提案给我挺干净 你还敢动手啊 俩人瞬间动起手来 终究是二对一 赢是赢不了的 妙玲玲多头就是一巴掌 直接把她扇倒在地 夜里面已经被打猛了 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就听那人还在嘀嘀 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 我的口水都比你的泥巴干净 说完还一脸不屑地冷喷一声 另一个短发女孩 在一旁装模作样的安慰 夜里妹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为了咱们大家 你就出去弄吧 夜里妹捂着被打的脸 叹了口气 心想算了 懒得跟着绿茶计较 好 我走总行了吧 说完提着泥巴 转身就走 夜里妹前脚刚离开宿舍 宿舍门就被大力地摔上了 仿佛他就是什么 终于被扔出去的垃圾一般 紧接着里面 还传来女人嚣张的声音 切 打了他又怎么样 哄到校领导那边 我也不怕 而且还是他先动的时候 你们都看到了哈 再说了 学校荣誉 还要靠我们舞蹈戏 量他也不干到我怎么样 夜里妹在门外 越想越气 越想越气 俗话说 忍无可忍 无需再忍 他猛地抽出工具箱里的小包 转身就要向那壁持算账 也许是他在门口 动静有点大 短发绿茶 把门拉开一条缝 冷冷瞟着他 补充一句 注意门口卫生 意思很明显了 这是让他赶紧走了 说完也不理会他 立马甩上了门 夜里妹更补足的勇气一下泄掉 小刀也掉落在地 对这现状 仿佛无能为力 十分憋闷 最后只能到楼梯拐角 横起一把泥巴 你要是拥有灵魂就好了 我会把你打造成各种各样的形态 让你们成为我最亲密的伙伴 他避了避眼 窗外刮来一阵阴风 夜里妹一个哆嗦 晚上好冷啊 还是得早点回去睡觉 没想到宿舍门已经被锁了 他只能到旁边 没人的宿舍借宿一晚 不然楼梯间传来一阵响动 在深夜的楼道里 显得格外的怪异 夜里妹拖着沉重的步伐 慢慢走到楼梯口 小心翼翼地 向声音发出的地方看去 原来是水桶打手 被风吹动发出的声音 夜里妹将泥巴 提回没人的宿舍里 往棚里加了些水 又用保鲜膜封上 确保好泥巴不会被风干 就安心地上床睡觉 没有那些烦心的人 反而睡得更加安逸 时间一点点流逝 凌晨两点 正是陷入深度睡眠的时候 泥桶开始发出响动 里面突然冒出一些 黑乎乎的东西 拿东西仿佛有了生命 越来越多 越来越长 那东西慢慢地 爬上夜里妹的床 当那东西刚好碰到她的时候 夜里妹整个身体 不受控制地开始颤抖 开始冒冷汗 看着十分痛苦 忽然那东西开始崩涨 滋滋滋地爬满了夜里妹满身 她已经开始喘不上气了 不 不不 她拼命挣扎 仿佛做了一个噩梦 好冷 我好惨呢 我不甘心 我好恨那一个女鬼 就在她面前 眼睛直挺挺看着她 夜里妹仿佛被人扼住了喉咙 身体悬空 手脚都不受控制 医生 护士 她醒了 醒了 夜里妹听到欧阳老师 惊喜叫医护的声音 刚睁开眼 她还没回过神 愣上了好一会儿 转动僵硬的眼珠 还看清眼前的人 欧阳老师看着一脸憔悴的人 夜里妹 你已经昏迷了两天了 没事吧 夜里妹虽然发现了欧阳老师 但是她这会儿脑子还不带转的 还以为自己是在没人的宿舍里呢 我怎么会昏迷两天 你是昨天下午被送到医院的 一直在说梦话 你是不是做噩梦 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了 没休息好吗 你眼睛里都是血死 欧阳老师只得耐心地解释 目前的状况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夜里妹有点茫然 她突然想到了什么 挣扎着就要起来 我得起来 还要去准备我的课 欧阳老师赶紧阻止她 别着急 我已经和别的老师换课了 等你身体好了再上课 她忙拿出一盒蛋糕 转移话提道 你一定饿了吧 这是我给你买的巧克力蛋糕 快吃点 夜里妹从盒子里取出一块小蛋糕 谢谢欧阳老师 她刚小小咬了一口 就感觉胃里翻江倒海 哦 她赶紧转身呕扑起来 两天没吃东西了 除了一口蛋糕 也没别的什么东西了 就是有些难受 欧阳老师有点被吓到了 你怎么了 是不是肠胃不输 夜里妹似乎有些激动 或者说她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了 刚吃了一口蛋糕就特别难受 你把它拿走 我最讨厌吃甜食了 她啪的一下打掉了那一盒 欧阳老师专门买来的蛋糕 蛋糕落在了地上 就像这块欧阳老师的心一样 无错又可怜 欧阳老师淡淡地看了一会儿她 默默地捡起地上的蛋糕 甘笑了一声 哼 记得你以前可是最喜欢吃这种蛋糕呢 夜里妹听到这话愣住了 对呀 我这是怎么了 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反应 刚刚怎么会这么说呢 主任 主任 你怎么了 快来人哪 病房外面传来一阵喧哗 刚好打破了病房里面的尴尬 欧阳老师趁机溜走 你等我会儿 我出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 夜里妹也很庆幸这会儿 她能暂时离开 不然还真不知道怎么面对她 等她离开 夜里妹整个阴谋住口 这两天发生了太多事情 她有些不知所措 她正思索着这些事情的时候 一只小猫偷偷摸摸打开了病房门 没一会儿 夜里妹就见一只全身漆黑的金虫野猫 出现在拐角处 一人一猫都发现了对方 且同时对上了眼睛 猫咪不紧不慢地靠近夜里妹 两双金虫直勾勾盯着她 就像是认识她一般 一双猫眼仿佛有很多情绪 夜里妹双手抱起小猫咪 来猫咪 到我这儿来 以前我怎么没见过你 你应该不度在学校 把她边摸着猫咪边跟她聊天 这边夜里妹因为小猫咪 已经调节好情绪 那边病房外已经闹哄哄的了 主任怎么会这样 故事 故事 外面太长了 她决定出去看看 偷偷打开病房门 就见斜对面病房门口 已经站满了医护人员 她有点好奇那边的情况 慢慢走过去 从人群缝隙中往病房里看去 也不用她打听什么 旁边的人已经议论开了 这件事太匪夷所思了 昨晚校医院只有金主任一个人直奔 等我们来的时候 她就一直昏迷着 伴随着抽搐 还不停地哭泣 谁也不知道她昨晚看到了什么 看样子是受到严重的惊吓和刺激 下好走廊的监控话 医院正找人没修呢 夜里妹正听着众人的八卦 她怀里的小猫好像看到什么 突然就暴躁起来 一位胖胖的医生转身看到了小猫 一脸不善地指责夜里妹 小妹妹 医院里最好不要抱猫进来 很不卫生 夜里妹看了看医生 懦懦地解释 哦 是她自己进来的 我这就让她走 说着 她小心把猫咪放在地上 回去吧 猫咪仿佛也能听懂她的话 回头恋恋不舍地看了一眼 她之后就跑走 这两天医院发生了怪事 你身体要是好转了 就回去住宿舍吧 虽然对之前的事还有点别扭 欧阳老师还是嘱咐了一句 夜里妹虽然不想回宿舍 但是也不想让老师贪心 于是便答应下来 院长 主任又开始哭血了 快给她打一针 夜里妹刚好看到了主任发病的样子 太可怕了 但是主任这样子莫名有些熟悉 她不禁想到自己 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只是觉得被什么狠狠地压着 有人在她耳边窃窃私语着什么 醒来之后就什么都不记得 欧阳老师 夜里妹叫住了准备先离开的人 您之前说 我在昏迷的时候一直说梦话 您能告过我 我都说了些什么吗 欧阳老师看了看夜里妹 有些不知道怎么开口 夜里妹见她不说话 有些不明白 这有什么不好说的 怎么了 不能说吗 见她追问 只能如实相告 杀了她 你一直在说 杀了她 画面一转 深夜马路上 一辆行驶的黑色汽车里 一个男人正在打电话 我咋听过了 那个女孩几乎每个礼拜 都去那边挖泥巴 你最好赶紧把尸体转移掉 一旦被她察觉 报了去 我们都得死 电话那头 手上似着正道的男人 也就是杀手黑头回道 我是过了 但是怎么也弄不动 那尸体有些奇怪 竟然活泥巴烂在一起 那就放把火烧掉 这两天一直下雨 就算用汽油也烧不干净呢 我总觉得 当时她好像发现什么了 也许是在你面前演戏 这话让男人心里一挤 子子握紧方向盘 就算她目前不知道 以后迟早会发现她 男人咬牙 为了我们的安全 绝不能让她活着 这样 我想办法接近她 弄清楚她的住址 你再去找机会下手 阳光吩咐道 这会儿黑头正坐在床边 身边还有个满被纹身的美女 我知道了 挂了 美人见她挂断电话 慢慢攀上了黑头的肩膀 嘲讽道 那男人真不是娘养的 连自己老婆都杀 黑头点燃一根烟 据我所知 他们俩曾经也是很相爱的 美人有些不解 相爱 那我就更搞不懂了 为何她还要那么心狠呢 唉不说了 这里面的水很深啊 她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 黑头呼出一口气 淡淡地说道 美人斜眼瞟着黑头 试探道 喂喂喂 你该不会哪天跟她一样 把我也杀了吧 黑头抬着下巴 嘴角扬起一抹迹象 嘻嘻嘻 我们这种人虽然手段很毒 但是对待身边的人 还是很讲感情的 我和她不一样 她还有那只正道的爪爪 拍了拍美人的小手 等我伴了那一项女孩 拿到了钱 我就带你远走高飞 也不知道这美人相不相信她 只是问她时候有多少钱 黑头给她一个高深莫测的背影 呵 很多很多钱 所以老子 还不管顾我的是乌龟 还是王八说着碾碾香烟 只要给够咱钱 那就是一个字 干 学校雕塑课堂上 欧阳老师正在教导各位学生 但是她的眼神始终不离夜离妹 这次的模特脸部线条比较圆 需要大家在动手之前用心观察 旁边还有个男生口不择言 老师今天的模特好油腻啊 夜离妹拿着刮刀赠人体比例 她旁边的女同学关心的询问 离妹 听说你前阵子劳累过度住院了 现在好点了 嗯 已经没事了夜离妹正忙 孤衍地回了一句 女同学也不介意 她想夜离妹才从医院出来就问道 咱们校医院有个变态主任 你知道吗 她经常假借看病 唯由非理女生 我还听说 她经常晚上偷偷进女生病房了 你住院那晚 她有没有骚扰你 夜离妹有点诧异 她好像没听说过这事 但是她们旁边有个女孩子 听说后接口道 哎对对对对 上次我发烧打掉什么 那个金主任还嫌我裙子呢 超变态的 听说她最近也得了重病癌 说是得了眼癌 这是什么病呢 不知道哎 我觉得就是暴力 夜离妹在一旁默默地听着他们的八卦 想起了医院里看到的那一幕 想来应该就是那个流血泪的医生 就在我住院的第二天 不过那天晚上我还在昏迷 什么也没察觉到 不过 自从上次醒来之后 总觉得自己有一些奇怪的变化 不仅饮食的口味发生了变化 就连一些以前根本不感兴趣的事情 现在也渐渐产生了好奇 不然我也不会听他们八卦 甚至每次路过镜子或者玻璃 都会不自觉地看看 我以前都没有这些习惯的 欧阳老师说我梦里一直说杀了他 不知道我什么时候 才能回忆起当时的梦境 我又是为什么变成这样的 医院里 一个医生站在院长办公室门口 院长 监控录像修好了 来看看吧 院长一听赶紧到 调出那天晚上的监控 两人到了监控室 调出了监控 就见当天晚上金主任在走廊上徘徊 刚开始还以为他在巡视病房 后面就见他鬼鬼祟祟的在一个病房门口张望 看了一会儿后就进到病房里 两人查了一下那间病房里的情况 当天住的就是夜里面 院长了解到住的是个女生 顿时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顿时就垮下一张屁脸 两人接着往后看了一会儿 就见主任出来了 但是那瞬间的监控又开始画面不稳了 两人只得将画面放大 只能看到主任的身影变得有些奇怪 感觉就像是高速运动下的瞬间截图 院长 你说这事跟那女孩子有关吗 咱们干脆报警吧 医生擦着冷汗问道 院长也有点怕怕 但是他还是鼓起勇气说 他一个普通的女学生 怎么可能把人弄成那样呢 应该是其他原因吧 至于是什么原因 他疼得站起来 训斥医生 报警 这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传扬出去 以后谁还敢来我们医院看病 笨蛋 把这段监控删掉 这件事以后 以后跟谁都别提 医生被吓了一跳 赶紧拱头哈腰道 好好好 我知道了 跟谁都不提 雕塑课上 只听咔嚓咔嚓 咔嚓个不停 模特牛莉莉坐在椅子上 吃着包薯片 有个男同学问他 你怎么这么快就饿了呀 不怕更胖吗 牛莉莉作为一个雕塑模特 还是有点职业道德的 就是食物的诱惑太大了 他只做的端端正正 一双手一直倒腾的一包薯片 另一个女生在一旁调侃 有的人天天说减肥 是为了吓唬脂肪 为了在他吃东西的时候 脂肪不敢悄悄长大 牛莉莉叹了口气 45度仰望天空 哎 我真的好想变瘦哦 可是我饿了就会低血糖 然后就会头昏 所以 我从小到大就没瘦过 说着他看了看四周围着他的学生呢 你们可以把我做的瘦一些吗 我很想看我瘦的样子 听他这么一说 小美立马打了个响指 不如让叶梨妹给你做一个瘦板的怎么样 他可是咱们技术一数二的高手 说着又靠近叶梨妹 怂恿道 你不是一直希望挑战自我吗 我看好你哟 他这么自作主张让叶梨妹十分为难 正在他犹豫的时候 牛莉莉也不顾吃东西了 眼神直勾勾地望着他 叶梨妹 真的可以做成瘦板的我吗 我真的好期待哦 边说嘴里的食物扎扎边往外喷 叶梨妹冷汗都下来了 他显然不懂得怎么拒绝别人 还是勉为其难地说 我 尽力而为吧 既然答应了 就只能去做了 叶梨妹拿了一个铲子 把雕塑脸颊多余的泥巴往下缠 接着用手小心地平整面部关系 小美一眼看到了一样 咦 你的泥巴怎么有些泛红啊 在哪挖的呀 小美明显是知道 她用的泥巴不是买的 叶梨妹也只是淡淡地回到 我前几天在家附近挖的 以前不是这个颜色 时间悄悄过去 欧阳老师还是眼不离叶梨妹 今天的课结束了 虽说这只是考前练习 大家也还是要按时完成哈 小美立马凑到叶梨妹面前 饿了饿了 走 吃饭去 叶梨妹刚出教室门 就被欧阳老师拦住了 叶梨妹 课后有空吗 不如一起去图书馆 我介绍几本书给你 叶梨妹回头 眼神并不直视她 可是 小美约了我中午一起吃饭了 欧阳老师失望地垂下眼 也不看叶梨妹了 那好吧 想来在她心中 朋友比她要更重要 叶梨妹倒是没什么 欧阳老师 再见说着就和小美走了 小美偷偷地问叶梨妹 为你对欧阳老师有没有好感呢 我觉得她平时对你很关心呢 胡扯什么呀 她可是老师爱 两人声音虽然响 但毕竟离得近 欧阳老师显然是听见了 她也没说什么 转身回了教室 叶梨妹和小美刚走出教学楼 就见一个男生激动地招呼小美 小美显然有些茫然 只得回头对叶梨妹道 叶梨妹 真的不好意思哦 我男朋友突然来找我了 所以 不能跟你一起吃饭了 呵呵 没关系 男朋友比较重要吗 叶梨妹只得配合地回了一句 哈哈 那就白白落小美等的 就是这一句 点都没迟疑 说着就去找男朋友了 她满脸笑容地挽着男朋友的手 娇春道 你怎么来之前也不跟我说 要我来看看你乖不乖呀 男朋友宠溺地刮了一下 她的小鼻尖 叶梨妹就在两人不远处 转身向另一个方向走 唯一能说得上话的同学 如今也有了男朋友 热闹的校园 无处不弥漫着恋爱的气味 或者大家三两成群 不过这一切 仿佛都跟我没什么关系 一个妹子跑到叶梨妹面前 叶梨妹 校门口有个帅哥找你 叶梨妹有点疑惑 帅哥 找我的 虽然不知道是谁 她还是决定去看看 所以当她在校门口见到阳光时 还是有点诧异的 阳光站在她的摩托车面前 和她打着招呼 显然是特意把车给她送来的 明显可以看到车是被清理过的 车上还有两桶泥巴 我们又见面了 我今天专程来给你送礼物了 叶梨妹更加诧异了 她用手指着自己 礼 礼物 给我 阳光双手插兜 面带微笑 看着挺像那么回事 我担心你独自挖泥巴 会再次遇到危险 所以 我特意挖了两桶给你 这样你就不用再跑去那个地方了 很显然 这是第一步 让她暂时不去那个地方 谢谢你啊 你想的真是太周到了 她连连点头道谢 总之 让你这么麻烦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阳光沟纯 低头看着她 不用客气 我正想约你帮我个忙 叶梨妹刷的一下抬头 迷茫地看着她 我 我能帮你什么呀 咦 那不是叶梨妹吗 跟她说话的男人是谁呀 叶梨妹宿舍两个妹子刚好路过 妙玲玲奇怪地问 哎 还蛮帅的叶叶梨妹这个家伙 还挺有道行的 在学校调着欧阳老师 在校外又勾搭了一个帅哥 另一个短发妹子说道 叶梨玲越想越生气 她双手抱胸 一脸烦躁 我真是搞不懂 她平时连装都不化 另一个女生接道 那有啥办法 我们整天排练 累得跟狗一样 哪有精力谈恋爱呀 叶梨妹那边 阳光说道 我想购置一些雕塑艺术品 我怎么可以 不行不行话还没说完 叶梨妹就赶紧拒绝 你误会了 我是想请你帮我参考参考 解释了一句 可是 我只不过是个学生 叶梨妹为难的拒绝 阳光眸光亮亮 那里有很多好的雕塑艺术品 不如我先带你去参观一下吧 你一定会感兴趣的 是吗 你是说 现在去吗 两人还在交谈着 两人并不知道 楼上欧阳老师刚好看到这一幕 这个男人一看就是社会上的人 叶梨妹平时在学校里 都不怎么和人说话 怎么会结识这种类型的男人呢 叶梨妹那边还在拒绝阳光 可是 我今天的作业还没有做完呢 不会耽误你很久的 况且那里拍卖的艺术品非常精美 对你的专业肯定有帮助的 这样啊 我想想 叶梨妹平时对什么都表现得不在意 但是对雕塑她是很认真的 阳光眯眼 看样子应该是上钩了 只要把她骗出学校 于是她赶紧到 那事不宜迟 快去把东西放下 我们就走吧 眼看她就要跟人走了 叶梨妹的电话就响了 她赶紧接起电话 喂 欧阳老师 有什么事情吗 欧阳老师在楼上看到这一切 用平时的语气说道 你现在立刻来我办公室 有事情找你 嗯 好的 我一会儿就来 阳光就在她旁边 听她这么说 直觉那人应该就在附近 她立马转头张望 叶梨妹挂掉电话后 就对阳光抱歉道 真的不好意思 我现在得走了 下次再 决绝的还蛮干脆的 毕竟没什么比雕塑在她心里更重要 阳光把手机拿出来晃了晃 叶梨妹嘟闹 我还没有主动和男生加过微信 怎么了 害怕我是坏人吗 嗯 不不不不 叶梨妹赶紧摆手 又开始嘟闹 你怎么可能是坏人呢 你那么好 阳光居高临下看着这个傻妞 又开始试探 话说你们经常去挖泥巴 会不会偶尔挖出奇怪的东西 叶梨妹并没在意她为什么这么的 她还在看刚刚加上的微信 顺势回答 对呀 我一直很好奇 我上次挖出了一团黑乎乎的 像头发一样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听到这句话 阳光的神色一下子变得阴沉 谁让你偏偏在那里吧 对不起了 算你倒霉 她一瞬间调整好神情 你早点回去吧 有机会我们再约 叶梨妹推着她的摩托车 回头回她 白白等叶梨妹走了 阳光抬头 犀利的目光刚好和楼上的欧阳老师对上 欧阳老师淡淡地看了看她 滑得一下拉上窗帘 真是眼不见为尽 阳光办完事就往外走 倒是叶梨妹 还回头看了几眼 不知是不舍还是什么 可她不知道 她头发下有只眼睛 这会儿正阴森地看着转身离开的阳光 阳光回到车内 看来她的防备心还是挺强的 果然没那么容易下手 看来得像个长期的计划才行 叶梨妹被叫到了办公室 欧阳老师正站在窗前 低头看着角落 刚进门就听欧阳老师说叫 对你目前来说 唯一可以自我掌控的东西 是追求学业上的成果 你是我最看重的学生 我也会帮助你最好的成绩完成学业 所以我不希望你对外面的世界 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并分散精力 叶梨妹都被说无语了 心想我才刚进来 就被莫名其妙说一通 不过毕竟也是师长 她只能呼出一口气 白手道 欧阳老师我 不 是 孩子 了 我有辨别是非 和保护自己的能力 并且我会永远以学业为第一位的 说完她瞄了一眼欧阳老师 又道 我现在就去雕塑室完成上午的作业 请您给我教室的钥匙 欧阳老师走到她身侧 偏头说 叶梨妹 你拼好 人生的每个时期 都有着不切实际的欲望 它会让我们原本的生活变形 所以她顿了顿 强调 永远不要触碰自己无法掌控的事物 钥匙在书柜的右侧 你自己拿吧 说着便走了出去 图中有学生看见她 她也并不理睬 看着跟刚失恋了一般 叶梨妹打开右侧柜子 旁边挂着几串钥匙 柜子中间放着一个雕塑 分明就是叶梨妹自己 刚开始她不明白 为什么要藏在书柜里面 想了想便明白了 她这是用行动告诉我 她对我的感情一直都被隐藏着 面对无法掌控的感情时 必须学会压抑住自己的欲望是吗 我明白了 我和你 仅仅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 就让这份情感 继续埋藏在这里吧 于是便小心地将柜门关上 雕塑式的灯光亮起 叶梨妹果然回到教室继续做雕塑了 资讯便不知不觉偏远了 我对阳光丝毫不了解 我和她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 我更不可能和她产生任何多余的情感 关闭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吧 回到属于自己的生活中来 正想着 手机便接二连三响了起来 叶梨妹瞟了一眼 全是阳光的消息 睡了吗 你什么时候有空 我们约个时间 我知道你没有睡 一定是在叶梨妹瞥开眼 不要去管她 专心做自己的事情就好了 一阵风吹来 叶梨妹的长发随风飘扬 她的眼神不自觉又看向手机 手机仿佛有什么东西一直吸引了她 阳光的消息一条接一条发来 叶梨妹 你知道吗 我很关心你 这条消息一下子 牵动了叶梨妹的心 就像是她在她耳边窃窃私语 我很关心你 叶梨妹浑身都在发抖 一直有个声音在告诉她 不要再压抑自己了 她看着自己的手 不受控制般伸向了旁边的手机 那个声音还在催促她 回复她回复她靠近她 你就不再孤独了叶梨妹的头发翻飞 并且发出丝丝的声音 手也不受控制的拿起了手机 当她看到手机消息的那刻 眼中的泪水不自觉流了下来 你是我见过最特别的女生 你在我心中是独一无二的 就像那男人就在面前 温柔地抚摸着她的脸颊 你是我见过最清澈 最纯洁的女子 叶梨妹心跳已经失衡了 眼泪已然控制不住 呼呼地喘气 她满脸飞红 双手不受控制 渐渐地打下几个字 其实你也很特别呢 天哪 你终于肯回我了 现在在干嘛呢 叶梨妹赶紧哒哒哒回复 在想念某一种味道 阳光 她下次再遇到你 叶梨妹回到 遇到你 我不再清澈了 等你放假时 我带你过一个愉快的假期 怎么样 叶梨妹正准备回她 就来了个电话 一看是欧阳老师的电话 叶梨妹身形晃了晃 神色恍惚了一下 突然就醒过来 叶梨妹下意识接起电话 她有点茫然 我刚才到底是怎么了 喂喂 叶梨妹 你怎么不回话呀 我知道你还在因为中午的事不高兴 还在雕塑室赶作业呢 早点回寝室休息吧 别太劳累 再见 叶梨妹再也握不住手机 手机直接掉在了地上 我想起来了 刚才我突然被一股奇怪的力量驱使着 让我完全抵御不了 还会做出那些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难道说是第二人格吗 叮 阳光的消息又来了 还在吗 这消息一来 那失控的感觉又来了 她痛苦地抱住头 冷汗直冒 咬牙切齿 嘴唇都咬破了皮 坚持住叶梨妹这次一定要保持清醒 保持着这份清醒 她猛地站起身 双手握拳 四处环顾 对着空气大喊着 我绝不会再任你摆布 离我远一点 也不知她在对谁喊话 我只想好好过我自己的生活 你干嘛要来打扰我喊完之后 就感觉之前的感觉消失了 她感觉现在的神智非常清晰 她有点疑惑 成功了 喵叶梨妹还在神思恍惚时 就有只猫咪出现在门口 黑猫走进雕塑式的门 慵懒地伸了个懒腰 咦 这不是上次的那只黑猫吗 叶梨妹走过去 轻轻抱起黑猫 你还记得我呀来我这 猫咪乖巧地窝在她怀中 叶梨妹一把抱着猫 一手撸着小猫黑头 你好乖幼稚一点 也不像流浪猫 我跟你说 我最近遇到很多不好的事情 把我弄得很糟糕 我也不知道如何应付才好 就算再不开心 只要遇到你 心情就好多了 她把猫咪抱到身前 嘟囔着 这一刻 她身上有另一个人的影子 对着猫咪说 就算没有她在我的生活中 只要有你陪我就够了 时间很晚了 叶梨妹将猫咪抱到楼梯间 将猫咪放下 对不起罗 不能带你进寝室了 如果赶上放假的话 我一定把你带回家 你就不必再流浪了 叶梨妹将猫咪放手后 就准备回宿舍 到了门口 就听里面的说话声 听说咱们今晚去的地方 有很多帅哥们开门 就见三个舞蹈系的女人 在精心打扮 几人看样子 已经收拾妥当 只最后调整一下 便可以出门了 叶梨妹问他们 你们这是要出门吗 长饭妹子回答 是呀今晚我们要去校外 参加一个酒会 你就留下来看家咯 几人完全没有 要带她去参加的意思 还有人说 如果你一个人觉得无聊 可以打扫卫生说完 便东的关上了门 叶梨妹看着空空荡荡的宿舍 无不感慨 长期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让她对外界一无所知 她走到一个下铺坐下 我不可能一辈子 活在这样的温室里 她看着阳光微信 又进主夜里 看着她的照片 可是面对学校外面的世界 我既好奇又害怕 希望等到我更成熟一点的时候 会更自信些吧 叶梨妹坐到镜子面前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镜子旁边放着一只口红 叶梨妹拿起慢慢转出 以前她对化妆品 从来不感兴趣 但是今天 她头一次觉得 他们如此闪耀 她右手慢慢 把口红伸到嘴前 但左手却死死握住右手 双手颤抖 最终还是没能阻止 这个口红的颜色 好漂亮好美 她又拿出眼影 化了个眼妆 接着又用卷发棒 做了个发型 等她整个妆容化好 精致的眉眼 仿佛再也不是 以前那个会扑扑的叶梨妹 但是她现在的样子 莫名的有些熟悉 叶梨妹看着镜子里的人 感觉这人不像是自己了 她又眨了眨眼睛 慢慢的 镜子里的人变变了 变成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那女人十分清了 叶梨妹吓坏了 咦 镜子里的人是谁 叶梨妹使劲揉了揉眼睛 又看了看镜子 镜子里的人 又变成了叶梨妹的身影 叶梨妹疑惑 刚才镜子里的人 分明就不是我呀 难道又产生幻觉了 她赶紧跑到卫生间 去把脸洗干净 又理了理头发 她告诉自己 一定要清醒一点 赶快把自己弄回来 但是她脑中的小人 开始打架 一个小人说 为何要变回去 我刚才的样子 不是很美吗 另一个小人阻止 但是 那并不是我原本的样子 难道不想变得更老吗 难道不想吸引她来怀抱吗 我为什么要吸引她 我并不喜欢她 别骗自己了 你喜欢她 你见到她的第一眼 就被她吸引了 如果非要选择 我也宁愿喜欢欧阳老师 怎么可能喜欢她呢 那你为何还不删除她的微信 还不承认 你分明就是对她恋恋不忘 我改变自己 把我人生将重新开始 但是我怕夜里妹 站在洗漱池面前 脑海还在打架 宿舍的门就被人打开了 几个出去聚会的女人 就已经回来了 哎 今晚酒会上的那个男人 真的太可气了 妙玲玲进来之后 就发现了异样 她的化妆台被人动过了 口红和粉饼乱七八糟 放在桌子上 睫毛膏则是摔落在地上 妙玲玲气死了 转头质问夜里妹 你是不是偷偷用了我的化妆品 还把我的睫毛膏摔碎了 你说怎么办吧 夜里妹赶紧从卫生间 回到宿舍里 看见几人回来 也知道了事情 她赶紧道歉 对不起 是我不小心 我会陪你的 旁边的牛莉莉双手抱胸 嘲讽 说得轻松 你那么穷 陪得起吗 妙玲玲阵沉着脸 我看不光是这些吧 她打开首饰盒看了一眼 我首饰盒里有一条薄金项链 为何不翼而飞了 夜里妹 是不是你偷了 夜里妹连连摆手 惊恐地看着几人 无故不是我拿的 我发誓 你为什么不怀疑其他人 唯独怀疑我 妙玲玲走到她面前 把她逼得后退一步 用手指着她 今晚只有你一个人在寝室里 除了你还有谁 牛莉莉又插着腰嘲讽 就你最可疑 妙玲玲咬牙切齿 看来不给你点颜色看看 你是不会承认了 她一把抓住夜里妹的头发 就开始了女人间的那一趟 夜里妹痛得惊呼 你弄疼我了 妙玲玲才不管她如何 呵斥道 那又怎么样 你这个不要脸的小偷 一下把她推开 直接撞在了床框上 几人还上前把她的床铺给掀了 夜里妹当然生气 但是有什么用呢 他们一个人阻止她上前 另两人上前把她床铺翻了个遍 搜出了一本专业书籍 一个手机 都被扔在了地上 夜里妹看着他们 真真是气急了 妙玲玲 你们也太欺负人了吧 其他几人当然不会理会她了 夜里妹摔在地方 特别无助 手机里又收到了阳光的消息 睡了吗 没等她拿手机 就有一只穿着高跟鞋的脚踩 在了手机上 手机屏幕整个碎裂开来 看样子是不能用了 妙玲玲还居高临下地威胁她 夜里妹 这次不算完 以后我们走着瞧 夜里妹在宿舍受了一番搓磨 肯定是没办法在宿舍待了 但她向来独来独往 只能到了雕塑室 这样被人肆意欺负的日子 总是软弱的自己 夜里妹真真是受够了 她只能用泥巴来发泄心中的愤怒 又是一阵风吹起了她的长发 手中的泥巴似乎有了生命 传递给她深深的怨念 那是另外一个声音 我临死前的誓言 罪恶不除 怨念不止 等夜里妹在清醒时 已经是天光大亮了 她还拿着泥巴 以昨晚的姿势一动不动 另外一边 模特牛莉莉在学校食堂吃早饭 平时一到开饭时间 就开心得不得了的人 今天却没精打采了 才吃了一点点东西 肚子就开始难受 而且越来越痛 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最终肚子疼得摔倒在地 一群学生赶紧将她送到了校医院 校医院里 院长初步诊断 牛莉莉是类似于急性肠胃炎 不过从她护痛的情况看 肠胃损伤程度很严重 很可能不能像以前一样进食 身体也会逐渐相受 而牛莉莉这边 已经直接冲到了卫生间里一顿呕吐 明明只是吃了一丁点东西 特别难受 想到医生所说 她这个情况会一直相受下去 居然还有点窃喜 她长这么大 连做梦都想变成一个瘦瘦的小美女 虽然是生病 但是似乎愿望就要实现了 学校这边 一场风波已经朝夜离眉袭来 不管她走到哪里 都能感受到周围偷来的一样目光 一些乌言慧语也传进了她的耳中 说她平时吐离吐气的 在校外却很是风骚 据说是别人的小三 难怪没有朋友 又有人说她没钱打扮自己 就偷室友的化妆品和收拾 很是不要脸 又说一切都是她宿舍的人亲口说的 肯定是真的 叶离妹脑海里全是不要脸 她真见 她就是个行走的笑话 不在沉默中爆发 就在沉默中灭亡 她将饭盘一丢 转身直面众人 大声反驳 我不是 你们不要再讲了 说着就泪洒当场 捂着脸逃出了食堂 好多人还是第一次听她开口说话 都呆呆地看着 叶离妹在教学楼下找到了妙玲玲 跟个炮仗似的冲到了人面前 张口就质问妙玲玲 为什么要诋毁她 妙玲玲见她这副气急败坏的样子 一脸不屑 一双白眼都要翻上天 神经病 老娘今天没工夫搭理你 就她这副剑样 不知道谷底的人反弹会有什么后果 果然就和叶离妹拉着起来 叶离妹要她当着众人的面把是说清楚 妙玲玲当然不肯 再说了 她认为叶离妹确实用了她的东西 也见到了她私会校外帅哥 她可不认为自己有错 叶离妹被推倒在地 控诉这人心狠 让她在学校抬不起头 妙玲玲淡然硬下 可不是吗 她就是要叶离妹在学校待 不 下 去 关键时刻 小美来了一遭英雄救美 冲出来就指责妙玲玲欺负叶离妹 她一把将叶离妹拉起 护在身后 大声呵斥妙玲玲 作为一个寝室的室友 算不互相帮助 也不该胡乱诋毁 也不管后面两人说她脑子有毛病 居然和叶离妹这样的人做朋友 好好安抚了一番叶离妹之后 就嘲讽妙玲玲 又你很了不起吗 刚刚被你的富二代男朋友耍了 又想在酒会上吊个金龟婿 没想到吊到个穷光大 你瞧瞧你 天生一张客夫相 当然会嫉妒我们叶离妹 人家素颜都比你强十倍 说完还要呕一声 那小表情可真解气 妙玲玲被这吵嘴惊气的脸都走 浑身都气得发抖 双方都不愿示弱 正准备开始新一轮的战斗 就被过来的欧阳老师打断了 她一过去就对众人说 马上开始的雕塑客 急缺一个临时模特 问妙玲玲和马晓丽 愿意去做个模特部 那两人还没来得急拒绝呢 小美立马上赶着告了他们一状 于是欧阳老师做主 让妙玲玲去做模特已是歉意 于是妙玲玲成功被抓了撞钉 她一脸不爽地坐在雕塑室中间 心想今天下午也真是到了血内 突然她感觉到一丝寒意 转头看过去 发现是叶梨妹那边 她仔细看了看 就看到叶梨妹做的她的雕塑 已经差不多做好了 再看了一会儿那雕塑 居然流下了血泪 可把她吓个半死 不受控制地大叫了出来 小美早看不惯这人 立马出声枪她 你要是再乱喊乱动 我就把你做成个丑八卦 妙玲玲一下回过神 再仔细看了看 那雕塑又正常了 心想应该是这两天精神恍惚了 这女人也是嚣张 一下课就到叶梨妹面前警告 你别以为欧阳老师罩着你 你就有恃无恐 别忘了 咱们一个宿舍的 咱们来日方长 说完还要嘲讽她做的雕塑难看 到了晚上 叶梨妹也还在雕塑室里 回去宿舍又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现在只能暂时在教室待着了 面对面前妙玲玲的雕塑 回想着她的种种作为 还要让她在学校待不下去 叶梨妹还是没忍住 拿出雕刻刀在雕塑上 狠狠刻上了妙玲玲的名字 心里发誓 从今以后 再也不许有人欺负自己 然后抓起刻刀 恶狠狠在妙玲玲那张剑嘴上滑下一刀 雕塑人中直接就裂开一个窝口 泄愤之后 叶梨妹畅快地笑出了声 当小美来教室找叶梨妹时 并没有看到她人 她走到叶梨妹的位置上 心想真的好羡慕叶梨妹 每次的作业都能做得那么优秀 她过来看了看 就发现雕塑嘴上缺了一块 正在研究就听叶梨妹叫她 这深更半夜的还把她吓一跳 叶梨妹解释说 雕塑上的缺口是因为不小心碰坏的 说着塞了一块新的泥巴进窝口 又用刻刀修了修 小美说要是她会宿舍 肯定会再被欺负 不如直接搬出去 正好小美宿舍有张空床铺 说着就把叶梨妹连拖带拽拉走了 另一边 妙玲玲和马小丽在更衣室里 妙玲玲的舞蹈鞋没收 被清洁阿姨好心地放在了柜子顶上 妙玲玲还嫌弃人家多管闲事 但是上课要用 只能自己踩上凳子去拿 她也不看看鞋子在哪 凳子又在哪 直接就站上去 结果鞋子太远了 够也够不到 于是就只能一手把着柜门 垫着脚尖用另一只手去够 结果果然就悲剧了 啪嘰一声 凳子倒了 鞋子没拿到 整个人撞在了柜门上 连也在柜门的挂钩上刮了一下 到了医院之后 经过医生诊治 伤口需要缝合才能愈合 一顿炒作之后 直接缝了五针 和把妙淋淋痛的直吸气 阳光试图联系叶梨妹 但是打电话她也不接 微信也不回 莫名其妙的失联 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她划着两人的聊天纪律 试图找出原因 然后就看到了叶梨妹说 遇到你 我不再清澈了 这句话越看越熟悉 阳光眉头紧皱 突然知道了 她回想起了以前 曾经 她和墨剑亲热的时候 墨剑曾说 不止一次想过要离开她 可每次她不在身边时 又会情不自禁想她 她想了想 当时她是怎么回的 她说 我承认我很混蛋 但是无论如何 我都会守护你 因为 你在我心中是独一无二的 你是我见过 最清澈 最纯洁的女子 然后她就跟墨剑求婚了 墨剑也答应了 她说 我愿为你而浑浊 阳光通了口唾沫 难道是她太敏感了 这事也太巧合了 嗡嗡嗡 阳光接到一个电话 阳光质问对方 不是让你最近不要打电话给我吗 那边才不吃她这套 还恭喜她墨剑死 阳光只说墨剑的死分明是那边的人 期盼已久的事情 应该恭喜的也是她 对方也坦道 摸着一只黑豹的头 回道 我当然开心 怎么了 你是不是又想她 我告诉你 墨剑不死 我们都得完完 阳光警告对方 不用你来告诉我 你只要在国外继续享受就行 又说自己遇到了新麻烦 要抓紧时间处理好 那边女人倾笑一声 好 不过不要让我等太久了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见你了 两人你来我往一翻 便挂断了电话 阳光坐在沙发上 用手捂着头 心想 墨剑 要不是你逼我 我也不会这么做 如今 你不在了 我倒是什么都有了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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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叶黎妹在小美的帮助下 搬进了新的宿舍 小美见她手机碎了便问了一句 叶黎妹说 先修修看还能不能用 小美感慨 这人可珍惜 两人收拾完便休息了 当天晚上叶黎妹又梦到阳光 睡得到还安了 早上起来洗漱的时候 叶黎妹想着 不知怎么总是梦到阳光 但是那些画面那些话 现实中阳光并没说过 但是梦里倒是很真实 然后她发现她眼下突然长了一颗痘痘 不知道是不是内分泌失调 她梳着头发也发现了一些异样 头发越掉越多 里面又会长出很多新头发 但是新长的头发居然是卷的 她想着这些入神 被小美叫了才反应过来 两人走在去教室的路上 小美还在数着叶黎妹的改变 皮肤变得比以前更白了 说话的声音也变谢了 两人边走边聊 不经意听到前面两个人的交谈 唉 舞蹈三班的妙玲玲昨晚发生了意外 上嘴唇缝了七针 那样子可吓人了 牙齿都翻出来了 太惨了 其实妙玲玲挺招人烦的 整天就知道嘚瑟 正好让她消停消停 叶黎妹愣住了 这也太巧了吧 正好是上嘴唇 妙玲玲这边 因为嘴唇受伤 她只能戴着口罩行事 路过的同学问她嘴唇 是不是伤得很严重 而她却黑着个脸 一把挥开同学走了 还说不要他们管 但是离开的她眼角寒泪 被她推开的同学吐槽 真是好心当作驴肝肺 妙玲玲回想着医生说 她的伤疤终身无法修复 整个人都很难过 哪都不想去 只想去宿舍里待着 妙玲玲回到宿舍 发现马晓丽正在用她的眼影化妆 还说这眼影很好用 不容易掉闪 妙玲玲本就烦躁 立马就火了 质问马晓丽 为什么用她的化妆品 她最讨厌别人动她的东西 而她没想到 马晓丽竟然一脸轻蔑地看着她 你现在这副样子 还用得上这些吗 又拿着她的口红灰了灰 尤其是这个 我这是在帮你好 妙玲玲上前 指着自己的桌子 让马晓丽立马放下自己的东西 旁边的老六嘲讽她 平时大呼小叫就算了 现在这副德行 还这么呲牙咧嘴的 妙玲玲难以置信 自以为志同道合的朋友 竟然这般落井下石 她还没想通 人家自己就摊牌了 既然都这样了 那我们就挑明说吧 以前是因为你漂亮 围着你转的男生多 所以我们才跟着你玩 忍着你的臭脾气 如今嘛 你配嘛 几人就这样在宿舍里面吵了起来 正好被回宿舍的 叶玲玲和小美拼见 叶玲玲让小美先回宿舍 她则在门口继续拼了拼 那边宿舍已经打起来了 马晓丽一脚 就把妙玲玲踢出了门外 你想打谁就打谁呀 你以为我们也是叶玲玲呀 早就受够你了 现在叶玲玲不在 正好缺个干活的人 以后你就是那个角色了 辛苦你了 要不然 我们就让你在这里待不下去 说完就把门一关 再不管她了 妙玲玲被踹到在地 痛得爬不起来 口罩也掉了下来 这是一双穿着白鞋的脚 出现在面前 妙玲玲抬头就见是叶玲玲 她赶紧戴上口罩 愤恨地质问 她是不是也是来看笑话的 然而却没想到 叶玲玲递出一个袋子 这是我赔给你的化妆品 说完就走了 语气冷静的一批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也许是想起了以前自己做的事 还有自己现在的处境 妙玲玲看着她离开的背影 竟然呜呜地哭出了声 叶玲玲和小美在图书馆看书 小美问叶玲玲 为什么要陪妙玲玲化妆品 叶玲玲玲关上书本 表示是因为不想欠她什么 而且如果她报复妙玲玲的话 她跟那些欺负她的人 没什么区别 两人正在交谈 就听欧阳老师叫叶玲玲了 两人过去问她有什么事 欧阳老师表示 她给叶玲玲报名了 这一届的学生雕塑展 让她明天上午下课后去找她 两人商量一下参展作品的创意 几人说好之后就到别了 欧阳老师看叶玲玲沉迷学习 表示很满意 他们不知道 就在他们交谈的时候 一只正道的手把一张名片 偷摸塞进了叶玲玲刚刚看的书里 等叶玲玲再回来翻开书 里面就有张树人书店 清仓处理的名片 上面写着 本月三十日之前 一律二折处理 小美觉得地方太偏僻了 不是很想去 但是叶玲玲刚买了一套昂贵的化妆品 马上又要参加雕塑展 那就是郑正下怀 我正瞅着没钱买话剧呢 正巧遇到这么便宜的机会 咱们当然要去 小美还是觉得不土 这会儿已经天黑了 去那么偏僻的地方 太不安全了 但是活动直到三十号 今天刚好就是三十号 就只能陪叶玲玲走一趟了 叶玲玲和小美走在 学校后面的巷子里面 在路边看到一群小狗 在争抢吃的 其中一只小狗 被其他小狗吓唬的 只能躲在一旁 好不可怜 小美想弄点吃的 给这只可怜的小狗 但是叶玲玲想先买完话剧 这会儿时间太晚了 怕时间来不及 两人充满赶路 一不小心撞上了路人 叶玲玲赶紧向撞到的人道歉 那人也没说什么 两人便走开了 等他们走开一段时间后 那人回头看了看 伸出舌头舔了一下嘴唇 道不 太棒了 嘿嘿嘿嘿嘿 然后用手机回复消息 猎物已上钩 今晚行动 把钱准备好 然后假装好心的 拿出一根火腿肠 为了喂刚才那只可怜的小狗 叶玲玲和小美 走在没什么人的巷子里 小美越来越害怕 便拿出手机 给男朋友打电话 电话过了好一会儿 才接通 陈世勋 你在干嘛 你怎么现在才接电话 你现在到学校后门来 陈世勋这会儿在洗澡 但是他面不改色地 骗小美说 在教室里 小美娇气得很 我不管 我现在好害怕 给你十分钟 快来救我 那好吧 你把你的具体位置告诉我 我十几分钟后当 嗯 小美 先不说了 我先挂了 拜拜 说完便挂断了便换 叶玲玲感慨 小美的男朋友可真好 随叫随到的 小美傲娇 那是 我们相处了很久 感情一直很好 找男朋友 就是要找对你好的 欧阳老师对你就是真的好爷 小美又暗戳戳地试探了一步 叶玲玲表示 她和欧阳老师只是师生关系 更何况 欧阳老师 小美想问怎么了 难道欧阳老师还结过婚 叶玲玲和小美到了书店门口 但是书店已经关门了 小美心想 这么晚了 当然要关门了 难不成 还专门等你啊 身后传来动静 小美回头就看到刚才那只小狗 小美立刻上前摸摸 见她那充满期待的小眼神 立马圣母心泛滥 决定要给小狗赶东西 小美让叶玲玲在原地等她 她去前面的24小时便利店买点东西 说完就一溜烟跑走了 叶玲玲终于落单了 黑头把火腿长一点一点抠下来 扔出了一条路 想把小狗引诱过来 叶玲玲正抱着小狗撸得正欢 小狗突然向墙根跑去 叶玲玲追着小狗一步一挪 到了墙根处 黑头也已经准备好了 还是老一套的手段 正准备下手时 就见她对面的树上出现了一双金铜 死死盯着她 黑头仿佛受到了巨大的威胁 手脚定住 动作不了 小美手里拿着一只鸡腿 后面跟着她的亲亲男朋友 问叶玲玲小狗在哪 叶玲玲向墙后看去 已经没有了小狗的影子 叶玲玲朝墙后走了走 在路上看到一根少了一半的火腿长 正找着 路边的花丛发出了声响 叶玲玲以为有人躲在里面 然后就看见那只黑猫 叼着一根项链出来 叶玲玲开心的跟黑猫打招呼 一人一猫交流一通 黑猫把项链送到叶玲玲手上 表示这就是给她的 然后瞄了一声就离开了 哇 好精致的项链 哪来的呀 小美凑到叶玲玲跟前问她 叶玲玲并没回复她 看着手里的项链 似乎有种莫名的熟悉感 感觉曾经佩戴过这条项链 宿舍 大家都已经入睡了 但是叶玲玲却脱脱起来 拿出之前黑猫送来的项链 戴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当项链扣上的那刻 叶玲玲的眼睛 泛起了幽蓝的光芒 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没错 这就是她曾经丢失的东西 她决定要一直把它戴在身上 叶玲玲玲躺在床上 又做了个梦 墨倩带着这条项链 坐在梳妆台前 身后的阳光搂着她的肩膀 嘴唇靠近墨倩的耳边 轻声说 这条项链 是我送给你的结婚礼物 它代表着我们新生活的开始 墨倩有些动容 侧头看着阳光 答应她会一直佩戴这条项链 然后就发生了该发生的事情 两人共同决定了一辈子 等叶玲玲醒来的时候 依稀感觉 梦里的自己是个卷发的女子 但是 现实中她的头发也开始变成卷发了 叶玲玲很担心 会不会哪一天 她会变成梦中的模样 第二天 叶玲玲去了欧阳老师的办公室 两人一起商量参展作品的创意 两人正说着 叶玲玲收到了阳光的微信消息 阳光问她今天下午忙不忙 叶玲玲看着消息出了神 完全没听见欧阳老师分析的案例 欧阳老师问她意见 过了一会儿才听她说挺好的 回答之后又给阳光回复 不忙 欧阳老师只能强调 创作的时候如果遇到问题 我可以随时帮你 我的笔记本丢在隔壁办公室了 你去帮我拿一下 成功把叶玲玲给支走了 不知道为什么有人离开不带手机的 反正叶玲玲的手机成功到了欧阳老师手里 欧阳老师翻了翻两人的聊天记录 进去阳光的主页 就发现跟上次在校门口看到的是同一个人 欧阳老师冷笑一声 又是这个男人 她是怎么认识叶玲玲的 看着那人想约叶玲玲见面 欧阳老师直接就回复了 两人约好了下午一点钟见面 然后就把这几条消息给删掉了 上午的课结束后 小美先去了卫生间 叶玲玲在教学楼下等她 看着手机里没有再回复的消息 心情稍微有点微妙 她没发现 在她不远处 她正想着的阳光正在墙后观察她 阳光深深吸了一口烟 就被后面的人拦住我 欧阳老师直接走到阳光面前 上我的微信消息 是我回复你的 阳光带着三分疑惑 三分惊讶 三分了然 一分不以为然的语气问 你 欧阳老师直求问她 是不是就是那个一直纠缠叶玲玲的人 这是阳光又一脸挑衅 什么纠缠 我们明明是互相有好感 交个朋友而已 你又是她什么人 我是她主客老师 叶玲玲是个很有一书天赋的学生 我不希望她的生活中 出现多余的情感来影响学业 所以 请你以后不要再找她了 阳光倾笑一声 你是她老师 管得也太宽了 大学生恋爱也不是早恋 你是不希望耽误她的天赋呢 还是你想以学业为名独占的 欧阳你爱于老师的身份和周围的舆论 不敢自己追求 又想控制她 未免也太自私了吧 为人师表 呵呵 阳光绕着欧阳老师嘲讽了一通 毫不掩饰她恶劣的一面 欧阳老师仿佛被人说中了心事 老羞成怒 伸出右手 食指戳着阳光的胸膛 你少在这胡扯 我警告你 离夜离妹炫一点 有我在 你休想靠近她 阳光的心境平和得很 无形的嘲讽最为致命 是吗 呵呵 你也太高估你自己了吧 你也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了 夜离妹对我的好感分明胜过你 欧阳老师胸口中见 脸色难看得吓人 但她还是维持着自己的风度 少自作多情 夜离妹不会喜欢上你的 阳光看着专门跑来威胁警告完她 准备离开的老师 唇角微钩 呵呵 真是个可爱的老师 我可没有像你那么喜欢她 我只是想和你的好学生 好好探讨艺术 成为灵魂共鸣的恋人 这下是真的激怒欧阳老师了 她不允许有人这般倾见她喜欢女孩 果断出手 一拳把阳光打得一个亮枪 嘴角都打肿了 正准备继续的时候 被身后的声音阻止了 阳光看欧阳老师一副隐忍不发的模样 知道她有所顾忌 还在一旁煽风点火 你们学校的老师 打起人来 可真够狠的 叶黎妹和小美在学校闲逛的时候 发现第二届校园时装周开始了 奖金十分丰厚 对于最近没什么钱的叶黎妹来说 吸引力可谓很大了 看着参赛条件 小美突然发现 叶黎妹最近突然又涨高了 应该超过168了 叶黎妹也很奇怪 都这么大了还涨身高 虽然条件都符合 奖金也很诱人 但是叶黎妹还是有些犹豫 经过小美的鼓励加撒娇 又加上自己的心动 成功被小美带进一楼大厅了 她有些眼熟好像是叶黎妹 但这变化也太大了 变漂亮了不少 简直跟之前判若两人 小美小声地在旁边调侃她 说大家都在议论她 顺便又鼓励了一波 这时叶黎妹的感觉很奇妙 以前她总是害怕走在人多的地方 但是现在的感觉却截然不同 可又是什么让她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 这种变化又会持续多久呢 这时又有个人引起了排队的学生们的注意 有个穿着旗袍的学生十分纤细 旁边不乏有人嘲讽 以为自己长得跟个筷子 就可以做模特吗 真是笑死人了 叶黎妹也想着 这样的身材确实挺让人羡慕 不过 这人很是熟悉呀 这五官好像我做过雕塑 尤其是嘴角的质 很显眼 我应该认识她才对 但又怎么都想不起来 等到面试区叫到牛莉莉时 小美都笑疯了 小胖妞也来参加模特比赛 两人挤到前面 居然发现那个穿旗袍的就是牛莉莉 现在的她体重只有50公斤了 跟之前判若两人 叶黎妹深深被震撼住了 牛莉莉短短时间揍了那么多 让她想起了她做的雕塑 当时她做的雕塑 就是牛莉莉现在的模样 这已经不是雕塑第一次照进现实了 看着牛莉莉从身边路过 叶黎妹打了个招呼 恭喜她成功入选 但人家牛莉莉莉都不理她 显得十分高了 旁边的人也纷纷议论 自从牛莉莉瘦下来之后 整个人都变得很傲慢 也有人很羡慕她的身材 很想知道她到底是怎么变瘦的 那么牛莉莉又是怎么瘦下来的呢 第一 不和同学一起吃饭 或者说 能不吃饭就不吃饭 全靠微信心的请求 添加好友的消息来满足 被异性追捧 虽然让同性极度 但是她却十分享受 第二 也是更重要的 之前她被诊断急性肠炎 医生叮嘱她一定要按时吃药 能够有效减轻她的病情 同时增强她的食欲 以至身体能够逐渐恢复正常 但是对牛莉莉来说 身体虚弱又怎么样呢 营养不良又如何 不会再长胖开始争 于是她直接把药给扔了 今天 小美请了她男朋友 来给大家做模特 两人在课堂上小动作不断 很是暧昧 旁边的同学都忍不住调侃 小美 你和你男朋友好甜忧 全天都在秀恩爱 小美也不扭捏 十分的认同 还表示想让叶黎妹帮忙 做一对情侣雕塑 叶黎妹觉得这个主意还不错 可以考虑用来参加雕塑设计大赛 这时叶黎妹收到了 模特大赛主办方的电话 对方表示 晋级赛在明天下午 评委要在她和牛莉莉两人中二选一 小美在一旁也听到了 赶紧鼓励叶黎妹别怂 她会全力以赴支持她 看着眼前这么支持自己的小美 叶黎妹心想 我并不看重输赢 只是不希望最好的朋友失望罢了 在她另一边的欧阳老师 也听到了消息 还听小美在说牛莉莉 因为生病突然报受的事情 叶黎妹听说之后 安慰自己 不是因为雕塑 是她生病才受的 肯定不是因为雕塑 牛莉莉这边 刚做了场直播 就有个男生过来找她要微信了 牛莉莉扭头看了男生 直接拒绝 男生摸摸头 赶紧自我介绍 我是三班的当小刹那 你去年还找人问过我手机号码呢 你忘记了吗 牛莉莉直接转身往外走 对不起 我很忙 男生有些不愤 当年明明是牛莉莉先追的她 现在摔个脸子给谁看 牛莉莉不理会男生 继续朝外走 心想 当年的我想恋爱是奢望 但是如今 我有更多的选择 除了她 其他人 我都不会多看一眼 牛莉莉在路上偶遇了学校男神欧阳老师 她早就心仪欧阳老师 娇羞地理了理头发 下定决心一定要表现好 让欧阳老师注意到自己 于是 她迎着男神走了过去 打了个招呼 但是没想到 欧阳老师完全无视了美艳娇羞的她 直接从她身旁走过了 牛莉莉心想 难道是没看到我 转头看去 就见欧阳老师直直走向了叶黎妹 并出声拦住了她 欧阳老师问叶黎妹 是不是参加了模特比赛 是想做个模特吗 叶黎妹说 只是想 体验一下学习之外的生活 欧阳老师又问她 为什么用大把时间 做些与学业无关的事情 雕塑比赛的创意 想好吗 又说 你在学业方面 很有闪光点 和其他女孩子不一样 你应该 叶黎妹打断她 让她不要再说了 但欧阳老师似乎没理解她 继续说 你的大学四年 我都帮你安排好了 叶黎妹又打断了她 欧阳老师 我希望我的生活 有我自己决定 对不起 说完她转身就走了 欧阳老师有点愁疚 从前的叶黎妹 只会拼从别人的安排 现在的她 终于有了自己的主见 她是真的变了 而两人之间发生的小九九 都被一旁的牛莉莉 看在眼里 牛莉莉和叶黎妹 在模特大赛上 成为了对手 两人相遇的时候 牛莉莉一脸的阴沉 心想这次一定要赢过你 而叶黎妹也感觉到了一样 感觉牛莉莉 看她的眼神充满敌意 这时 第二届亮点校园时装中模特大赛 晋级赛正式开始 牛莉莉在叶黎妹之前上场 评委在下面议论 16号牛莉莉 身形条件非常不错 看她表现出的自信 私下一定做了不少训练 到了叶黎妹上场 评委觉得她略显紧张 感觉没那么自信 但是更加自然 有一种天然去雕饰的感觉 有很强的可塑性 台下的学生也觉得她很漂亮 很是羡慕 小美听人赞美叶黎妹 赶紧安利一波 她叫叶黎妹 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羡慕的时候 叶黎妹看着前面的牛莉莉 越看越觉得 牛莉莉的轮廓 像她做的额雕塑 尤其是从后侧面看 下巴的轮廓 变瘦的程度 简直一模一样 不 直觉告诉她 她现在的样子 就是那个雕塑 而牛莉莉本人 看着台下众人羡慕的目光 感觉被万人瞩目的感觉 真是太好了 突然 叶黎妹开始难受了 她只是觉得是低血糖又犯了 但是为什么要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呀 她下定决心一定要坚持住 但是始终是没坚持住 整个人直接晕了过去 重重的摔倒在地 周围的工作人员和参赛模特 都一拥而上 赶紧帮忙扶紧牛莉莉 工作人员说 她的身体太虚弱了 赶紧送去校医院 之后赛事就不要让她再参加了 叶黎妹也吓坏了 还有点心虚 希望牛莉莉不要有事才好 叶黎妹很怕出事 比赛结束后 赶紧跑到雕塑里 心想一定要把牛莉莉的雕塑保护好 但是她找了一圈 都没找到雕塑 想了想 拉开了储物柜 还好还好 雕塑放在了储物柜里 不知道是谁放进去的 反正等她小心翼翼的 把雕塑拿出来 就发现雕塑的后脑勺 裂了好大一条口子 叶黎妹吓了一跳 天哪 怎么会裂成这个样子 她看着雕塑 心生惶恐 之前妙玲玲的伤口和雕塑一模一样 那么此时此刻 牛莉莉会不会癮 不行 我现在必须地找到她 于是她跑到校医院 得知牛莉莉打了吊水 自己回去了 又去了寝室 但是寝室也没人 她边走边想 牛莉莉一个人能去哪 变化也不接 没想到她准备下楼时 在楼梯上发现了牛莉莉 她一个人孤独地坐在楼梯拐角处 整个人相受的不行 蜷缩地坐在楼梯上 看起来很可怜的样子 叶黎妹上前 你身体好些了吗 坐在这里会着凉的 我送你回寝室吧 牛莉莉没回她 只是自言自语着 曾经 我做的最多的梦 就是幻想自己变瘦 在我胖的时候 一直被人看不起 为了融入群体 我不得不忍受 每个人对我的嘲弄 我总是强忍着微笑 妄图换来一丝别人的关怀 但是 谁又会在乎一个胖子的感受呢 如今 我终于有机会改变自己了 我当时想 这回 我终于也有资本 让别人也羡慕 嫉妒我 哪怕病痛加剧 减短生命 我也觉得很开心 可是如今 我忍受着痛苦 却换来了什么 除了一副雷弱的身体 其他什么也做不了 牛莉莉缓缓向后走了几步 就这几步 就让她难受的咳嗽了起来 拿开手一看 居然咳出了血 我万万没想到 当我实现梦想后 反而比曾经胖的时候 还要痛苦 叶黎妹上前 抓着牛莉莉的肩膀安慰 牛莉莉 大家都很关心你 相信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牛莉莉丝毫没感受到安慰 嗨掉叶黎妹的手 我不需要你以这种胜利者的姿态 像我摆出这样虚伪的怜拟 说到激动处 一把掐住叶黎妹的脖子 凭什么你不用付出丝毫代价 就可以轻易得到别人的赞许 凭什么 你不用付出任何的努力 就可以轻易让别人对你付出感情 她咬牙切齿 发狠地掐着叶黎妹 凭什么 怎么会有你这种人 这不公平 叶黎妹被掐得喘不上气 挣扎不拖 牛莉莉又激动得不行 掐着人往前冲 导致叶黎妹脚下踩空 两个人相伴着摔下了楼梯 叶黎妹挣扎着爬起来 有点害怕牛莉莉在发疯 赶紧向下走了一楼 但是她一直没见牛莉莉起来 又怕她出事 就在楼下喊她 牛莉莉 牛莉莉 你还好吗 过了好一会儿 牛莉莉才挣扎着爬了起来 叶黎妹赶紧说道 牛莉莉 你不要太激动 振作起来 我可以帮你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我们是朋友 你要相信我 牛莉莉吃香 呵呵呵 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我一直拒绝治疗 还绝食 已经患有严重的厌食症了 我的身体已经垮了 说着她慢慢走到窗户边 如果说 实现梦想后 比之前更加痛苦 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说着直接从窗户边跳下去 叶黎妹没反应过来 被她吓了一跳 赶紧冲了过去 但是始终是来不及了 悲剧已经酿成 叶黎妹跑到窗户边 向下看了一眼 就见牛莉莉已经摔在地上 自知已经变形 周围路过的学生已经发现了 雕塑再次验证了心理的猜想 牛莉莉不能死 牛莉莉不能死 别人都往事发地跑 叶黎妹去往教室跑 冲到教室 找出了牛莉莉那个雕塑 颤抖着响手 试图修复牛莉莉的雕塑 是不是把雕塑修复好了 牛莉莉就可以恢复原样了 叶黎妹抓紧时间修复好雕塑 便坐在雕塑前认真祈祷起来 而同一时间 被人围在中间 原本没什么动静的牛莉莉 手指轻微地动了动 被发现的学生赶紧送到了医院 牛莉莉的室友们到医院看望她 呼着跟她说道歉 以前都是我们不好 其实 我们一直都把你当成最好的室友 我们都希望你早日康复 叶黎妹在外面看了一会儿 便去找医生问了问牛莉莉 多久能恢复 医生说她这只是回光返照 让她尽快通知牛莉莉家人 现在她想吃什么都要尽量满足 叶黎妹愣住了 这跟她想的不一样了 牛莉莉那边 她虚弱地跟室友说饿了 室友便急急忙忙把带来的零食打开 里面是牛莉莉曾经最爱吃的甜甜圈 牛莉莉吃了一口甜甜圈 想起了以前的日子 雨大的时候 室友们会躲在她的身后 因为她胖 只要躲在她身后 就不会被淋湿 在宿舍里 室友们会穿上她的衣服打拒她 以前觉得都是在嘲讽她 但是现在的她 十分怀恋以前的日子 她伸手感受了一下窗外照进的阳光 如果 如果还能回到过去的话 手 不受控制地跌落 病房里传来了呼吸击毙的声响 牛莉莉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叶莉莉在门外听到了一切 惊吓与自责涌向了她 她又回到了雕塑室 面对眼前已经破损的雕塑 叶莉莉满是自责 为什么 我已经尽力了 可是 都是我不好 是我害了她 突然她眼睛泛起蓝光 神色一变 不 没什么好自责的 我已经努力救她了 是她自己做死而已 一会儿她又抱头痛哭 不 我不想要这样的 我 我不想周围的人再受到伤害 一会儿眼睛又变蓝了 哼 没有我 我会被人欺负荡死 更别说有能力 去保护我的朋友和亲人不受到伤害 总有一日 我会适应这一切的 我急事我 叶莉妹不能忍受自己的变化 出去买了一盒曾经最爱吃蛋糕 决心要变回之前的样子 所以那个我不喜欢 不愿意做的事情 她偏要做 希望那个我受不了的话 就感觉离开她 她拿起蛋糕 小小地咬了一口 慢慢地咀嚼了起来 刚咽下去 就一阵恶心 叶莉妹捂住嘴巴 不让自己吐出来 感觉得到那狗 我在反抗 然后她就发了狠 大口大口地吃着蛋糕 终于把一整个蛋糕吃进了肚子 看了一会儿手里的蛋糕纸 身体固然传来剧烈的痛感 痛感越来越强烈 喉咙感觉被什么东西掐住了 喘不上气 叶莉妹挣扎一番 便痛地跌倒在地 面前刚好是牛利利破损的雕塑 叶莉妹像是受到了什么召唤 一把抓紧雕塑上的泥巴 小美见叶莉妹这副冷漠的模样 不知所措的解释 我承认 七初确实是因为你成绩好 才接近你的 可后来 我是真的把你当成我最好的朋友的 没等她说完 就被叶莉妹打断了 够了 实话告诉你吧 我最瞧不起你这种人 不想付出努力 还想有好的成果 我和你不是一类人 你以后离我远一点 小美好委屈 我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 你可以指出来 但你没必要这样损我吧 叶莉妹继续嘲讽 哼 不爱听了是吧 不高兴了吧 她拿起一把水果刀指着写小美 那你还不滚吧 我压根没把你当朋友 我讨厌你 赶紧从我眼前消失 快滚啊 最后叶莉妹直接大吼出声 小美眼泪汪汪 回头看了一眼叶莉妹 我知道 你其实一直看不起我 说完就抹着眼泪跑走了 而欧阳老师 前几天因为在学校打了阳光 被校长一顿批 在学校公然与人私斗 你知道影响多恶劣吗 最近我们学校正抓校风建设 我完全有理由开除你 可是考虑到你还年轻 工作也尽心 我不忍心毁了你的前程 至于如何处分你 校党委还在研究 这两天你先写一份检查 欧阳老师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只得乖乖认错 我知道错了 谢谢校长 等他准备走的时候 校长又叫住了 这么些年 你一直单身 还没找到合适的对象吗 有件事我的提醒你 我听说你和某位女学生 私下走得很近 我希望你们只是单纯的师生关系 我们学校的教师团队 最重是四个字 为人 师 表 等小美过来找叶黎妹的时候 就发现她已经摔倒在地 她赶紧过去扶起叶黎妹 问她怎么了 叶黎妹并没回答 而是让小美将她做过的所有雕塑 和剩下的泥巴 全部锁到柜子里面 还叮嘱小美 切记 千万不要让其他人碰到 小美吓得直冒冷汗 将叶黎妹交代的事情办好 便背着叶黎妹 摇摇晃晃地往校医院走去 虽然叶黎妹不胖 但是小美背起来也很吃力 中途摔了好几次 膝盖都摔破了 还是坚持着一步步艰难 嘲笑医院走去 晚上 叶黎妹在病床上躺着 又做了个梦 梦到上次她在医院那晚的事情 主任晚上偷摸着到了她的病房 拉开了她的被子 准备对她做些事情 这时她的头发突然暴涨 之后发生了什么不知道 反正主任第二天就变成那副模样 这次 她住的还是那间病房 第二天 小美在上课时 将叶黎妹生病的消息 传达给欧阳老师之后 便到医院看望叶黎妹 她笑嘻嘻地关心叶黎妹 还买了水果准备消给叶黎妹吃 小美完全没想到叶黎妹突然翻脸 谁要吃你买的水果 你给我走 在小美还在愣神的时候 就听叶黎妹又讽刺道 你不就是为了让我在课上帮助你 好让你顺利毕业才和我交朋友的吗 我再也不会做雕塑了 你也不必这样虚情假意地关心我 回到家里 欧阳老师露出了一点都不柔弱的腹肌 回想着阳光和校长的话 碍于老师的形象 为人师表 不能追求喜欢的女孩子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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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在是憋屈 忍不住了痛苦出声 到底是为什么 在知道叶黎妹生病之后 就到校医院看望她 刚好就看到了小美跑走的一幕 刚好又在门外看见了 叶黎妹因为和小美决裂 跌坐在地上 十分伤心的模样 不知道叶黎妹身上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刚好又听见了阳光给叶黎妹打电话 阳光先问了一下她最近过的怎么样 泥巴用完了没 又说她正好要路过 要不要帮她带两桶泥巴 叶黎妹很干脆的拒绝了 她想今后应该是用不上泥巴了 呵呵呵 我是担心你一个人来这里会不安全 所以顺便给你带去 叶黎妹兴致并不高 还是拒绝道 谢谢你的好意 如果我需要的话 我自己会去挖的 再见 语气并不是很好 阳光心想 等你挖出来什么的时候 一切都晚了 她还是问了一句 哎等等 你最近过的还好吗 叶黎妹愣了一下 擦了她眼泪 谢谢你 我挺好的 欧阳老师在门外 听得一清二楚 当喜欢的人难过的时候 却是别人在安慰 把欧阳老师给气走了 欧阳老师直接到了雕塑室 用钥匙把柜门打开 看了看柜子里的雕塑 她之前就有所察觉 便仔细观察了一下 妙灵灵的雕塑和牛莉莉的雕塑 雕塑上的破损和现实中的人 完美的一致 这也太巧合了吧 看到旁边还有小美男朋友的雕塑 心想不知道这具雕塑会发生些什么的 而她惦记着的主人公 这会儿还在睡觉 旁边的手机响了 正是在叶黎妹那儿受了委屈的小美打来的电话 小美想着 这人最近怎么总不接电话呀 这边电话就被人接起了 是个女人的声音 喂 你是小美吧 小美惊呆了 都顾不上刚刚的委屈 你是谁 我男朋友呢 女人淡定的声音传来 她现在在我这儿睡着呢 至于我 你会知道我是谁的 而叶黎妹则是找上了欧阳老师 两人在欧阳老师家里对面而坐 坐了好一会儿 欧阳老师才问 你真的考虑好吗 叶黎妹垂下眉 是的 我已经厌倦了整篇活泥巴打交道了 我想放弃了 欧阳老师质问叶黎妹 为什么 你一直把雕塑视如生命 因为雕塑 你甚至不需要朋友 我真没想到 你会有这样的决定 你还是我认识的叶黎妹吗 不做雕塑了 你要怎么毕业 你想过吗 叶黎妹避开视线 我会向学校提交转专业申请 一次不行就两次 直到成功为止 欧阳老师叹了脾气 说道 为了你 我灌注了那么多心血和期望 你竟然这么轻易就放弃 你 叶黎妹也很难过 两只手用力灌着 但她面上不鞋 她站起来 往外走了几步 欧阳老师 您不要再劝我 谢谢您一直以来对我的观察 可我已经下定决心 要离开雕塑 对不起 老师保重 说完 好也是的往外 刚摸上打烧 就被欧阳老师从后面抱住 抱得还死紧死紧 她把头埋进 叶黎妹的活盆里 叶黎妹是那种 眉声荡泪止不住的目准 她在欧阳老师怀里 挣扎了好一会儿才挣脱 回头看了一眼欧阳老师 那眼里的失望 真实地传达给了欧阳老师 然后她非怕地拉开房门逃走 欧阳老师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一巴掌重重地伸在自己脸上 真该死 我都坐了些啥 外面雨吓得很大 叶黎妹跌坐在墙角 怎么办 现在朋友不再是朋友 老师也不再是老师 我又变得一无所有 阳光跑到墨嵌的脉骨之地 又是一个雨天 于是她很轻松地 把手伸进泥谷里面 抓出一把带血的泥巴 还要跟土聊天 真想不到 你的肉体已经渐渐 活泥巴融在一起了 如果你是以这种方式 继续存在的话 我便会把我对你的爱 继续延续下去 然后她还带了些土回家 边泡澡边用泥巴 轻柔地涂抹全身 还发出一些不可言说的声音 我怀念你的温顺体贴 怀念你光滑细腻的肌肤 怀念你唇犯的触感 正享受的时候 手机收到了消息 消息正是叶梨妹发来的 她经过一番打击 躺在床上 想找人诉说一下 关了半天通讯录 居然只有不熟的阳光能诉说 但是刚发完消息便后悔了 于是等阳光拿过手机看的时候 消息已经撤回了 但是阳光是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 还没睡 每次收到阳光的消息 叶梨妹多多少少有些异样 这次也不例外 她给阳光回了个指向明显的语音 当我的肉体与泥浆融为一体时 才栩栩如生 但是不巧的是 就是这么巧 阳光可能是满手泥巴 手机直接滑落进浴缸里面 这手机防水也就一般了 听筒直接坏掉了 等阳光点开语音的时候 就只剩下略略略略略略略 叶梨妹走在校园里 不做雕塑了 突然就感觉自己无所事事 像个废人一样 她正沉浸在自我怀疑中 就听旁边的小树林里传来一声尖叫 你这个混蛋 叶梨妹愣住了 这不是小美的声音吗 她走过去 就见小美哭着对男人咆哮 陈世勋 你竟然背着我和别的女人在一起 你这样对得起我吗 只见对面的陈世勋格外的冷静 小美 其实我和你在一起越久 越觉得我们不合适 总之 对不起 我已经爱上别人了 小美听到这么无情的话语 不敢相信 不合适 我跟你谈了一年多 你现在跟我说不合适 那你当年干嘛舔着年追我 陈世勋不欲与他多说 转身往外走 对不起 我已经下了决定了 我这次来找你 就是想和你把事情说清楚 我们分手吧 小美一把拉住陈世勋的一脚 陈世勋回头 就听小美吸着鼻子啜气道 我妈妈经常打电话 问我过得好不好 我说我谈了一个男朋友 她很照顾我 对我很好 每次跟别人提起你的时候 我真的好幸福 我恨不得告诉全世界 我喜欢你 陈世勋突然就有点心软 小美 我 她正准备说点什么的时候 有个女孩子 穿着谈蓝色连衣裙 拎着包包走过来 不紧不慢地问 世勋 你怎么和她聊了这么久 把话说清楚 有那么难吗 小美眼角还带着泪珠 犯恨得看着来人 女人双手还凶 轻蔑地看向小美 小美 陈世勋更适合和我在一起 你就放手吧呀 就算没有我出现 等你们毕业 也是要分到扬镳的 我只是提前 帮你看清现实而已 你把手放开 不要死皮赖脸地 拽着我的男人 小美揪着一脚 女人拽着小美 两人开始拉扯起来 那女人见小美不知好歹 直接一胳膊 倒在小美下巴上 你再不放的话 我对你不客气了 小美也不甘示弱 一口咬在了女人 还没收回的胳膊上 女人吃痛 脸色都变了 你这死女人 你是狗吗 也不知道 是小美太瘦弱 还是这女人 实际是个金刚八笔 总之就是她一甩胳膊 小美直接被甩飞 额头撞在后面的树上 直接疼得晕了过去 陈世勋想过去看看小美 却被女人拦住了 你站住 你没看到 我被她咬伤了吗 陈世勋果然是渣男属性 立马忘了 冰倒在地的小美 搂着美人的腰 小心翼翼地 把人送回去休息 叶黎妹也是个马后炮 几人争执的时候不出现 这会倒是跑了出来 轻轻摇晃着小美 小美缓缓睁开眼睛 看到叶黎妹 挖的一声哭出来 叶黎妹 我现在胸口憋着一口气 我好难受 我好想死啊 叶黎妹听着小美的哭声 咬牙切齿地 看向陈世勋离开的方向 心想 死渣男 你死定了 当你闺蜜被欺负了 你想复仇的话 会怎么做呢 第一步 接近渣男 先打探一下消息 陈世勋在篮球场上 帅气地运动着 人长得帅 运动能力有强 周围的女孩子们 都为他欢呼肩胭脚 叶黎妹突然冲过去质问 陈世勋 你这个渣男 你知道你对小美的伤害多大吗 他都哭哄过去了 一直高烧不退 你知道吗 你怎么可以无动于衷 你还是个人吗 旁边的女生们 立马一拥而上 将叶黎妹往球场外推 你不要捣乱好吧 我们在比赛 你烦不烦呢 大姐 麻烦你出去 然后一把将叶黎妹推了出去 哐当一下关上了铁门 叶黎妹在外面看着里面 伸受异性追捧的陈世勋 一动不动 陈世勋投进一球 帅气地转身 就见到叶黎妹一脸阴沉 他心里已经 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篮球赛后 陈世勋找到叶黎妹 两人又回到篮球场里 坐在休息区 陈世勋还是解释了一下 其实我和韩璐认识很久 他一直对我很好 去年我父亲癌症住院 可是我们家并不富裕 他为了帮我 卖掉股票 帮我爸爸垫付了大笔的医疗费 而且他还答应我 在我毕业后 让他家人给我介绍一份上等的工作 叶黎妹冷静地说 世上没有不计回报的爱 陈世勋低垂着眉 是的 他要我毕业后 和他结婚 叶黎妹深夜低沉 看着低垂着头的陈世勋 所以 你们俩就联合起来 无情地践踏小美的自尊吗 陈世勋狡辩 不要说了 小美真的不适合我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感觉压力越来越大 而小美 依然像个长不大的孩子 他只知道粘着我 让我陪他玩 和他在一起 我真的很累 叶黎妹问他 就不怕小美做什么过激的事吗 陈世勋撇过头 我太了解他了 他最多一哭二闹三上吊 还不会做出傻事呢 其实 要不是客观因素 寒露也不是我最想要的类型 其实你才是我喜欢的类型 你的气质很特别 非常吸引我 而且 你的身材我也喜欢 我不知道 这算不算坦白 叶黎妹气的发抖 这死渣男竟然还敢勾引他 他站起身 缓缓地抬起手 你明知道 我和小美是最好的朋友 说完干脆利落给了渣男一巴掌 渣男站起身 捂着脸问道 你干嘛打我 这是我内心真实的想法 我喜欢你 从来没跟别人说过 包括小美 叶黎妹转身往外走 本来 我还想再给你一次机会 现在 我不和死人说话 报复渣男第二步 找另一个渣男搞来需要的泥巴 阳光正配着几个老总 喝酒打屁 就收到了叶黎妹的消息 我的泥巴用完了 我想请你帮我 阳光喝得醉醺醺的 脸颊微红 叶黎妹终于主动联系他 他不带犹豫的 立马约叶黎妹见一面 收到回复 你把我急着用 明天你有空吗 阳光冷笑一声 语音回复道 明天下午我来找你 不见不散 旁边的两位老总 见他嘴角含笑 纷纷调侃他 有失业心 身体又好 豪华运肯定不错 阳光说要去卫生间 便走出包厢 刚开门 就被人一个酒瓶开了瓢 门外一个老汉冲过来 抓住阳光嚷道 阳光 你个骗子 还我们血汗钱 老汉看似占了上风 但他并不知道 阳光也是个名副其实的杀手 一招便将他制服了 一抓一扭 老汉的胳膊就断了 在他痛的大喊之际 酒店的保安就来了 两人控制住老汉 准备把人拖走 老汉大骂 阳光 你太卑鄙了 你不得好死 我会告你的 阳光抽出一张纸 慢慢地擦着额头的血迹 看着老汉嘲讽道 呵 告我 你到现在还没搞清楚 只有我们这样的阶层 利益才会得到真正的尊重 这个世界上 弱者 注定被强者吃掉 而你们这种人 命运早已注定 却不自知 老汉被按在地上 抓住阳光的脚 苦苦求饶 杨总你发发慈悲吧 我现在房子 钱都没了 我的老婆孩子和老母亲 还等着我养活呀 真是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就算是个普通人 被人开了瓢 也不会放过他 更何况是阳光这种想法 就见阳光被过身说道 明明是你自己 要拿着房子 拆迁款去投资 现在亏了去来找我 咱们的合同上 可是写得明明白白 投资失败的损失 我们该不负责 你们这些穷人 整天想离夜报复 注定将是社会的底层 他一脚踩在老汉头上 撵了你 对着保安吩咐 报警 告他故意伤害罪 让他吃几年劳饭 老汉直到被拖走 还在求饶 但是阳光再也没有理会他 房里的老总们又开始调侃 阳总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有你跟这个傻子说这么多 万一把他们交聪明了 我们以后挣谁的钱呢 几人说完就哈哈大笑起来 阳光摸了摸额头 阳妆赔罪 哎呦 孙总教训的对 我下回一定改正 小美坐在宿舍走廊的窗台上 仔细看 这点好像就是上次 牛莉莉自杀那个窗台 不知道她坐了多久 想了些什么 正在她准备往下跳的时候 成功把她从窗台上拉了下来 小美你干嘛 小美像个没得生气的木偶 眼泪直掉 每次在校园里 看到他们亲密地搂在一起 我就越来越受不了 周围的人都会虚伪地怜悯我 让我更抬不起头 明明错的人是他们 但为何最狼狈的人 却是我 叶李妹十分心疼 紧紧地抱住小美 叶李妹觉得一切都是因为自己而起 她回到宿舍之后 拿起剪刀 慢慢地剪断自己的长发 我不能让我周围的人受到伤害 必须剪掉她 晚上睡觉的时候 头发不出意外地自己长出来 伴随的后遗症 是叶李妹又做梦了 梦到的便是当时 黑头如何骗她开门 如何控制住她并欺负了她 然后又将她活埋在工地里的事情 叶李妹被惊醒了 梦里的她 怎么会被人杀死呢 这个梦实在是太真实了 让她有些分不清现实与梦境 叶李妹起来上厕所 在浴室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模样 重生的头发已经全是卷发 让叶李妹自己都不确定 眼前的人到底是谁 杨光在咖啡厅等叶李妹 乘着人还没当 她跟黑头商议行动 让黑头在约好的地点等她 她先把叶李妹骗到车上 再按计划行动 刚挂完电话 就见一双穿着水晶高跟鞋的 只要出现在面前 哈喽 让你久等了 不好意思哈 杨光惊呆了 眼前人一头卷发 眼睛也是蓝色的 穿着路腰的无间上衣 一条超短户 眼前的人 眼前的人实在是太像了 杨光不自觉站起身 说出那个心心念念的名字 莫歉 叶李妹茫然了 你不认识我吧 我是叶李妹啊 杨光有点尴尬 呵呵 不好意思 你太像我的一位朋友了 真是抱歉 心想我也太敏感了 她怎么可能会是莫歉 两人坐下来 叶李妹点了一杯美食咖啡 不加糖 又让杨光的心思动了 不仅长得像 就连习惯都很小 两人在咖啡厅坐了一会儿 杨光看了看时间 便让叶李妹等会坐她的车 送她去挖泥巴的地 两人一起进入电梯 空间狭小 两人又离得比较近 杨光秀了秀 感觉这个气息好熟悉 好像是从叶李妹身上散发出来的 叶李妹和杨光下到敷一层车裤 刚走出电梯 她便捂住嘴咳嗽了起来 杨光问她是不是不舒服 叶李妹瞥了她一眼 直到停车场有古怪味 让她有些许不舒服 杨光不禁回想几层前 莫歉也是这般 每次到了停车场都要戴上口罩 据莫歉所说 她天生嗅觉灵敏 特别不喜欢停车场湿气的味道 很是难闻 当时杨光还感慨过莫歉很特别 所以记得很清楚 两人往停车处走去 而韩璐和陈世勋也在这停车场内 两人在车内干些不可为外人道的事情 但是叶李妹并不知道 杨光这回发现 叶李妹眼角下有一颗和莫歉一模一样的黑纸 再仔细看看 叶李妹简直太像了 几乎就是莫歉的复制品 杨光冷汗直冒 上天竟如此捉弄于她 安排一个和莫歉几乎一模一样的女人 让她再杀一次她 她最终还是犹豫了 阻止了叶李妹开车门 正是这一个犹豫 才有了后面的故事 车里埋伏的黑头 怎么也不会想到 好好的计划 竟被杨光的一时新人给破坏 也不知何时才能拿到那笔不菲的酬劳 杨光把叶李妹领到后备箱 里面有一桶现成的泥巴 她自己说是因为家里养花才有的 实际上是用来浇灌她自己这多浇花的 这些泥巴已经够叶李妹使用一次的了 叶李妹有些奇怪 你那么害怕我上你车 该不会车里有什么秘密 杨光堂塞道 车里太乱了 卫生不太好 你鼻子过敏 怕你嫌弃叶李妹不信 盯着车内看了一会儿 而她的头发早已察觉到了什么 在叶李妹正准备打开车门的时候 对面一束车灯照来 直直照在叶李妹后背上 头发吓了一跳 指的继续隐藏 叶李妹回头看去 对面黑曲曲的 但对面车上的陈世勋和韩璐还以为 他们在车上干的事情被叶李妹发现了 准备先走了 而杨光这边 她将泥巴提给叶李妹 今天真抱歉 我还有点事情 得先走了 不知道下一次 我们何时可以再见面 叶李妹本来以为 这次见面会发生点什么 没想到还真就是给了一口泥巴 太让人失望了 她撇过头 呵呵冷笑一声 等我想你的时候 我会找你 两人告别后 杨光便开车离开了 叶李妹看着开走的车 眼睛变成了幽蓝色 神色有些深沉 离开的车上 黑头询问杨光为什么要放过她 杨光指导 我最后想了想 还是不能在车里杀了她 会留下证据 黑头不屑于她这说辞 你留着她 早晚是个隐患 尸体已经乱在泥巴里了 如果她自己去挖泥巴 迟早会发现 莫茜被杀的事情 就算你不动手 别人也会杀了她 又活不长 心里则想的是 你不把人杀了 我啥时候能拿到钱 远走逍遥 杨光恼羞成怒 还用你提醒我 管好你自己 心里则在想 我现在才知道 我下不去手 是因为我还如此深爱莫茜 而取走泥巴的叶黎妹 则是回到了将士 用她的双手 亲自捏了寒露出来 旁边放着的 就是有刺客膛上 捏的陈世勋的雕塑 这两人 联合起来羞辱了 叶黎妹的朋友 都必须受到惩罚 而叶黎妹并没有成功 完成寒露的雕塑 因为没有本人做模特 根本就记不住 那女人的五官细节 而做不出原貌 雕塑就不会有相应的感应 诅咒将没办法进行 所以 必须得想个办法来行 过了几天 叶黎妹正在逛着街 她穿了一身绿色紧身无袖 抄短裤和一双长裙 她最近总是不自觉地 去一些地方 而她现在所在的地方 以前从未来过 但却又格外熟悉 在旁边的一家假发店里 寒露正在挑选假发 她选了一个 和她发色相同的卷发麻纹 正和旁边的店员沟通着 店员接到经理的电话 暂时离开了 而那假发 轻轻碰了几下就掉了 正准备找店员帮忙的时候 正好看到 见叶黎妹从旁边路过 她并没认出这是叶黎妹 只觉得眼熟 便直接叫住了叶黎妹 请她帮忙是带一下假发 正好拍个照片 给陈世勋看看 叶黎妹当然应语 这不正是瞌睡到了宋船头 她正愁没机会接近寒露 她微微一笑 便结果了假发 新手为寒露戴上 两人随口闲聊了几句 寒露还在叶黎妹面前 吹嘘她和陈世勋的感情有多好 两人是多么的恩爱 陈世勋成天都黏着她 叶黎妹心想 真是个没皮没脸的宠女人 手上却利用给她 整理假发的时间 偷偷地利用手指 量出寒露无关的 长度大小和位置 然后她通过镜子 仔细地观察寒露 记住她的样子 包括她的眼睛 眉弓 耳朵 鼻子 嘴巴 将这些细节全部记在脑海里 转眼之间 寒露的雕塑就做好了 但是叶黎妹自己 却又纠结了 她确实非常憎恨这两人 但是 她们也罪不至死吧 但是 她们把小美折磨得不成样子 当然不能轻易放过她 我不会让她们死掉的 那也太便宜她们了 要让她们生不如死 体内的两个灵魂的意志 第一次达成共识 一个欺骗他人感情 另一个第三者插足 我成全你们 你们这辈子都会想这样黏在一起 永远都别想分开 她往两个雕塑上都倒了一些水 以此来增加雕塑的年纪 然后一手抓着一人的雕塑 双手一合 便将两人的嘴唇合在一起 两个雕塑变成扯都扯不开的共同体 她看着眼前的雕塑 心想 没错的话 应该在未来几天就会应验 那两人便会变成雕塑的模样 只要把雕塑弹好 到时候没人知道是怎么回事 正准备把雕塑弹好 欧阳老师却开门进来 看到叶黎妹还有些诧异 差点没认出来人 你在这做什么 说着便发现了桌子上的东西 那个是什么 叶黎妹吓了一跳 汗水直冒 糟糕 要被发现了 现在可怎么办才好 酒吧里 阳光正一个人坐在把台边 旁边的顾客们都有说有笑 只有她 一人读饮酒 喝得醉醺醺 看着眼前空空的酒杯 不禁想着这些天的种种 难道 我是后悔吗 不 我不该后悔 我不能后悔的 想着看了看旁边的位置 曾经 就是这个位置 她耍了点小把戏 送给墨倩一个小惊喜 墨倩手里拿着她送的玫瑰花 还调侃她 我还以为或是戒指 又过了几天 还是这个位置 墨倩站上了舞台 拿着话筒 对台下的人说道 下个月我就要结婚了 在此 我想唱一首歌 献给在座的诸位 和我的男神 杨光 祝我们永远幸福 杨光坐下台下 就是现在坐的位置 含情默默地看着台上的墨倩 接着 墨倩就唱起一首情歌 在美风的地方 照太阳 在你冷的地方 做暖阳 人世纷纷 你总还天真 往后的余生 我只要你 杨光捂了捂了头 耳朵里还回响着那首歌曲 她黯然地站起身 一步一步朝门外走去 以后便是与曾经背道而驰了 OK